今天疫情比較嚴重 是在臺北市 但無論如何 這兩天確診人數 已經壓到個位數了 不過目前的發展 倒是疫情好像在悶燒 有這樣的現象 包括精湛威秀影城 還有新興秀泰影城 以及兩家健身房 他們都因為有員工染疫 或者是有確診者的足跡 而停業了 那麼其中呢 尤其我們所看到的 包括在做疫調的時候 發現還有皮膚科醫師 涉嫌隱匿 那這一部分呢 也惹台北市政府很不高興 就直接來開罰了 那麼由於呢 我們所看到的 就是有這些足跡的 包括戲院啊 健身房等等 那麼這都是三級警戒 鬆綁以後才開放的場所 外界就很好奇 那台北市政府 會不會因此就修改 相關的措施呢 市長柯文哲強調 不可能說解封就全面的開放 說一定是逐步的鬆綁 帶你來聽 售票口拉下鐵門 新興秀態影城貼出公告 二十號暫停營業 同一棟的百貨公司 下午三點後也關門 因為傳出有人染疫 幸好PCR篩檢是陰性 但風聲鶴唳不是沒有原因 另一家金站威秀影城 有一名員工確診 而且活動力超強 足跡遍鋪台北車站 士林以及天母地區 他的行蹤非常的多 所以每一個都要公佈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CT值只有十三 甚至有員工出面爆料 影城雖然提供防護面罩 但要大家共用 同樣在三級警戒鬆綁之後 才恢復營業的健身房 也受到疫情影響 北市這間健身房 在十九號被市府通知 有確診者足跡 同集團在台北車站的分店 也受到確診者足跡通報 至於會不會因此緊縮政策 甚至影響到大家期待的 七月二十六號解除三級警戒 就怕民眾完全鬆懈 柯文哲話說的保守 一切步步為營 想真的回到過去 可能得再等一等 華市新聞張志勤 黃昭盛 台北報導 我們來看的 亲自有非常願意的 來看的 現在我們來看的 有劉新政策 因為大家在這次